光明硬油和原子硬油的区别 一般硬张有两种硬油 一种是光明硬油 有一种是原子硬油 光明硬油是指光明硬张的专用硬油 光明硬油具有硬油不易沉降 颜色鲜艳色密度高的特点 光明硬油具有硬件清晰均匀 不硬纸渗透速度快 极硬极干 耐高温耐低温稳定性强 与硬电和硬张壳不发生不良反应 并可重复注油的特点 原子硬油是由合成素质 颜料 表面活性剂 植物油 矿物油 高费点溶剂 按比例配合加工而成的 用于原子硬张盖硬时的补充硬油 所以会含有工业化学成分 不可以食用 更加不可以硬在食品上 光明硬油和原子硬油的区别是 两者物质组成上面的不同 光明硬油是水肌硬油 而原子硬油是油肌硬油 两者同硬于纸上 彻底风干后 光明硬油硬痕周围无变化 原子硬油硬痕周围有明显的 与纸张原本颜色不同的颜色 所以光明和原子硬油的差别还是很大的 所以会将来看到很多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